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罗马也被称为永恒之城 是世界上最迷人、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 从古老的废墟到充满艺术气息的博物馆 罗马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 在本文中 我们将介绍罗马的一些必看景点和活动 罗马竞技场 斗兽场是罗马最具标志性的纪念碑 是任何到访这座城市的人必去的地方 这座古老的原型剧场建于近2000年前 是古罗马工程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今天您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斗兽场 了解它的历史和曾经在那里举行的比赛 范蒂冈博物馆 范蒂冈博物馆是艺术和历史的宝库 有20多个不同的博物馆和画廊可供探索 您可以轻松地在这里度过一整天 一些亮点包括西斯廷教堂 地图画廊和拉斐尔厅 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教堂之一 是任何到访罗马的人必去的地方 这座宏伟的教堂是由文艺复兴时期 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和建筑师设计的 包括米开朗基罗和布拉曼特 在里面您会发现美丽的艺术作品 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圣母莲子图 万神殿 万神殿是罗马另一个必看的古迹 这座令人惊叹的建筑建于2000多年前 是古罗马保存最完好的建筑之一 在里面您会发现令人印象深刻的圆顶和美丽的大理石地板 许愿池特莱维喷泉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喷泉之一 也是罗马著名的旅游圣地 传说如果您向喷泉中投掷一枚硬币 您就可以保证返回罗马 因此请务必随身携带一些零钱 西班牙阶梯 西班牙阶梯是巴洛克市建筑的典范 是游客和当地人的热门去处 在台阶的顶端 您会发现一座美丽的教堂和罗马的全景 克拉斯提福列 Trustiver是罗马一个迷人的街区 以蜿蜒的街道 热闹的广场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而闻名 这是一个步行探索的好地方 并且是该是一些最好的餐厅的所在地 古罗马广场 罗马广场是古罗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迷人之地 您可以在古老的寺庙 大教堂和市场的废墟中漫步 感受古罗马的生活 卡比托利欧博物馆 卡比托利欧博物馆是了解罗马历史的好地方 在里面 您会发现一系列古罗马雕塑 绘画和手工艺品 包括著名的马库斯奥勒流 Marcus Aurelius起码雕像纳沃纳广场 纳沃纳广场是罗马最美丽的广场之一 周围环绕着美丽的巴洛克市建筑和喷泉 这是一个放松和观看人们的好地方 并且是该是一些最好的咖啡馆和餐馆的所在地 总之 罗马是一座充满历史 文化和美丽的城市 无论您是对古代遗迹 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感兴趣 罗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所以 如果您计划去意大利旅行 一定要把罗马加入您的行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